進到25頁,我們來看AI生成圖片的部分 AI生成圖片的部分,其實這種服務現在超多 超級多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MindEdit 其實它就是訓練 也就是老師可能有聽過威力導演 那一家公司推出來的 我應該找現場一位老師來試看看 哪位老師 願意借我們的肖像權 快點 快點 哪一位老師 要試看看 試看看 真的真的,把老師深層一下 唉呀,對啊 唯一沒有戴口罩的就是我們兩個 好,我們是會長大的 老師有看到你家 對對對 你要看那個藍色那樣 好 你不能看下面 看上面才會美美的 一二三 這樣可以嗎? 沒關係啦 可以啊 所以我們大頭借用一下 現在有了之後 來這裡 但是它不能Ctrl加V 所以我還是要把老師的這個儲存一下 好,存起來 那我現在呢,就找到這一張 桌面上這一張 來,我們把它丟到這個上面來 好 確定 這個是照片卡通話 那您看右手邊 右手邊,其實它上面的功能很多 好,那你看 他說 問你要不要裁切 你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它是以大頭為主 所以如果你要裁切也可以 不裁切,事實上都OK 還是可以做的 好,我們就先深層 如果你有看到那個黃色的 有沒有 就表示這是要付費的 好,所以你現在是試用版 好,看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裁切的大小 是比較小 所以 那個效果 比較差一點點 好,這個比較不行 好,這個 這個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到的 所以 它很方便是不是就把你深層 好,像這樣子 那另外呢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 照片動漫畫 好 這裡也有 好,像這兩個都是它新的 好 你看喔 聖誕老公公 這個就要註冊一下 好 要你註冊之後才可以用 好,我先註冊登錄一下 所以像這種呢 就是比較我們講的 傻瓜式的 你也不用跟它講什麼 反正我就 幫你深層好 好 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使用前 使用後 哈哈 這樣會不會比較高興一點 哈哈 因為你想看以前我們可能要找人家畫 是不是還蠻難的 但是現在 都不用啊 出幾個水就好了 啊 這個都 等一下就好了 只是 我也必須講 以後你越來越不認識自己 啊 這是我嘛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好,所以 像這種AI的生成 只會 越來越多 越來越方便 當然 我們透過什麼 指令型的 或者是參數式的 我們還是可以深層很多 好 就可以做更仔細的 這個控制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裡面有超多的 有興趣的話 老師都可以在這邊試看看 你看它有AI會圖 直接 給它描述深層 也有場景深層 你就告訴它 我現在是什麼樣的情境 我來深層它 好,這是一個 好 那下面這邊 關於把照片卡通化的 其實那種服務真的好多 我還列出幾個 就是老師可以簡單參考一下 這樣,OK 好 那 看完這個 照片 生成AI這個體驗之後 其實 像我後面 在這邊 我就列出 幾種 我平常在 用的這些 方式的 好 等一下我想 就一併來跟老師 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 第一個 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拿來 創作什麼 劇本 好 創作故事 像 比如說你要做繪本故事啊 那些都很方便 嗯 像這個 你看 這是我寫的第一篇 這個 主題的 我現在寫的文章 大部分都會有一些 主題性 我可能就是這個系列 我會講很多 像這樣去寫 那 比如說你看 下面這個 我們就往下看 好 這個 我告訴他 我要做一個灰姑娘的地心大冒險 因為我們常看到那個 童話故事改編 不是嗎 對不對 但是大人之後 那個童話故事都會變得比較偏頗 有沒有 不管是暴力或者是色情 很多 很奇怪 好 那他就像這樣幫我回答 好 我在那個過程 就像老師剛剛看到的 我會請他先用繁體中文回答 好 然後他就告訴你 我幫你寫一個 有沒有 好 那你對他寫的內容 當然可以有意見啊 對不對 所以老師 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今年好萊塢 有兩種身份的人在罷工 一個叫做演員 一個叫編劇 好不容易 前段時間落幕了 因為他好像大概抗議的 應該好像快半年 演員抗議快半年 編劇比較早一點點結束 但為什麼他們兩個要抗議 因為 現在講的這個 就是跟編劇有關的 對不對 因為AI比你會編 哈哈 所以如果你的故事 本身不夠精彩的話 可能你就拼不過AI 對不對 雖然他可能剛開始沒有你的那種想法 可是你告訴他的想法之後 他會很快的就幫你伸出其他東西來 所以這個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會 對吧 那演員的部分為什麼要抗議 有兩個 因為以前 我們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年代 比如說像成龍 那演電影是不是真實上場 對不對 那種危險的 後來是不是很多都會找替身 可是現在連替身都不用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直接3D掃描 也就是我用假的 就是你 然後你來演 你來決定演這出戲的時候 你不用現身 來借我你的360度掃描 好的 你可以講的 哈哈 你沒有戲份的 因為就由他來演就好了 哈哈 那再來是什麼 以前我們看到迪士尼的卡通 到台灣之後 是不是都有台灣的演員配音 對不對 然後呢 變成所謂的繁體中文版 現在都不用 因為 現在這種 直接 用AI 同樣 原來的演員 直接講繁體中文 哈哈 這個才是可怕 有沒有 所以配音的也會消失 這個 就像這樣子 好 那你看 剛剛 這裡 有沒有 就提到那個中斷的問題 對不對 你就請他 繼續寫下去就好了 好 這個一定多多少少都會遇到 不滿意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他替換 好 比如說你看 他原本 規劃裡面 有一家有錢人的兒子 我就請他幫我換成青蛙王子 重新再寫一下 所以現在都出幾個嘴了 哈哈 所以現在 你會發現 有想像力的 比較吃香 第二個 他的語音表達能力比較好的 也就是會問問題的 比較吃香 他就不見得是以前說 我要繪畫能力比較強 或是 那個技術能力比較強的 當然這個還是會存在 可是他的創造性的話 跟AI的對話過程 這兩個能力會相對比較重要 好 那你看他就幫你 重新改編這個故事囉 然後呢 你還可以請他 把不同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以人自己來寫的話 真的很難 但是呢 用AI來寫 還真的很快 我就告訴他 那你把小紅帽跟大野狼 幫我融到這個故事裡面 他又幫我重新再寫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現在那個 亞馬遜 上面可以賣書嗎 如果是用AI寫的 要標數喔 他有一類 一個類別 就是特別是AI撰寫 因為這種的 現在很多 因為大家會發現 我隨便講一講 他都隨便寫一寫 只要符合你的劇情要求 對不對 你就可以啊 以前我們可能自己想 沒想那麼快 但是現在透過AI想 有沒有快很多 嗯 就會像這樣 那最後 ChatGV也有儲存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不過這裡我們跟老師說明一下 就是 你在跟AI對話的過程 我們剛剛用的是 Chat Everywhere 這個 那你 平常的使用習慣 我們建議老師就是 如果你今天問的是同一個主題的 你就放在同一個對話裡面 因為這樣的方式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好像等同在幫他做訓練一樣 也就是 我都問 比如說這裡 我都問聯合國 那個SDGs 這個部分 那 以後呢 你在問他相同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請他 我過去問過你什麼 你去查一下 他就可以根據你過去的內容 再來調整他的回答 而不是每次都用一個新的對話去跟他做對 就是那個對談 因為你是不是要等於要重新再教他一次 對不對 所以 我通常會像這樣 就是把它保留 就是 看哪一個主題或哪一個領域的 我就用一個對話去專門問他就好了 這樣 會比較省時間 OK 好 所以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那 如果老師呢 你需要一些所謂的指令 就是我們講的Promote 那您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這裡有人整理 就好像字典一樣 比如說 我想要寫這個報告 我們就點一下 那有關於報告的這些 有沒有就出來了 他就告訴你 產生多少個字 什麼主題 我現在就要做什麼 有沒有 這樣了解 而且直接複製就好 所以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用 因為有些可能不是你平常的用語 所以 我們有時候Promote 想不到 是因為 那不是你平常習慣的領域 那我們就透過這種方式 是不是來稍微學習一下 可能看一下別人怎麼用 好 這樣子以後 你在問的時候 就更有機會 得到什麼 比較高品質的回復 這樣OK 好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如果把它拿來創作故事 其實真的很方便 那第二個 我是把它拿來做什麼 影像的創作 影像的創作 您可以看到 簡報28頁 28頁這個 那這個的話 其實 您看喔 像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用 來 老師有沒有 常常看過有這種 很多關鍵字組合起來 圖案 你知道以前我們要做這個 要怎麼做嗎 先花三天兩夜嗎 還是像阿妹唱的那個 三天三夜 哈哈 你是不要收集關鍵字 然後把它排列好 你有沒有發現 光這件事情 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現在有了AI幫忙 很快耶 這個一下就做好了 所以我們一起來體驗看看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看喔 這邊 好 你看 一樣 你可以用CheckGP 也可以用那個 都可以 那這裡呢 我告訴你 我有用到的包括幾個服務 第一個 就是用AI 去幫我生成這些關鍵字 第二個 要產生這種文字雲的效果 有線上的服務可以用 然後呢 我再搭配影像注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先看看 好 下面這邊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有提供一個 我已經做好的版本 在這邊 老師可以選擇喔 因為我是用這個 請 謝謝對不起 我愛你 用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 老師 你不同語言 你大概會拿幾個 除了國語 還有啥 台語 台語 台語你跟誰會出來 還有來 英文 對不對 台國語 英文 日文 韓文 還有啥 我們大概認識的 就幾個而已嘛 所以呢 我就請他 幫我 用二十個國家的語言 或者是 五十個國家的語言 把這些整理出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 老師我們看看 看你要哪一個版本 都沒關係 我就先從這邊點下去 好 老師你先找到這個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改 好 看你要用別的話 都沒關係 有沒有找到的 幫我找找 來看看我怎麼問他 首先你看 我請他幫我用 比較常用的 二十個國家的語言 寫出這個 而且重點是 我請他用 表格的方式 幫我列出來 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我可不可以要求 AI 用什麼樣的格式來生成 可以 那你看 我還指定欄位 告訴他 要包括語言名稱 然後請 謝謝對不起 我愛你這五個欄位 所以你看他有沒有很乖的 幫你用這種方式整理出來 那整理好了 因為我沒有問題 我認識嘛 為什麼要先用這種方式整理 因為他說 全部混在一起 我根本看不出來 到底是哪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先讓他用表格方式 我比較好去辨識說 這個是不是我需要的 好 你看中文可以 阿拉伯語 美號 放 只會蹦橘而已 哈哈 好 惡語 有很多 都列出來了 好 那列出來之後 因為呢 我待會要用那個雲端服務 其實他 當然你用這種表格也可以 也就是說你複製了之後 貼到eSale 再匯出 變成CSV 這樣也可以 但是如果 不要會 再通過eSale的話 我可以請他 把每個關鍵字 用空白的半琴隔開 然後就全部黏在一起 所以你看喔 我剛剛請他用表格整理 是一個方式 現在是不是在請他用另外一種方式 格式整理 你只要告訴他 請你把剛剛的這個 用這樣 有沒有這樣就黏在一起了 你有沒有感覺 如果你沒有AI 你用的就是工人智慧 手工的 比較貴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樣整理好了 有沒有關鍵字 準備好了 好 那 老師呢 你如果找到了 麻煩你幫我複製一下 就把這個內容複製起來 就在他旁邊這裡 好複製完了 我們要去找 幫我們產生文字雲的那個 雲端服務囉 老師你回到我的文章這邊 你往上走 回到上面的第一個零端服務這裡 有沒有看到 Free Online World Cloud Generator 就是這個 因為像這種效果實在太常見了 可是呢 用AI幫我們整理 就真的 很有效率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來做 好 點開 好 一進來之後呢 他沒有環體中文 所以老師就勉強 看一下英文的 事實上這個網站 他有很多的服務 有很多服務 那 我們呢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 中間這一塊的說明 有一個叉叉 你可以先關掉 這樣老師就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好 把它關掉 來 你看 每個人進來 那個形狀不見得都一樣喔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跟我不見得一樣 好 那 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我的關鍵字放進去 那怎麼辦 請從左手邊這裡 有一個叫Wall List 文字的 這些單字的列表 點進去 您就直接告訴他 我要從剛剛那一串文字 直接抓出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可以從CSV 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從PDF 或者是Office文件 甚至你從網頁也可以喔 請他直接在某一個網頁抓關鍵字 是不是也可以 好 這樣也OK 那我們現在因為都整理好了嘛 所以我就點這個 這個 按下去 請你把剛剛的內容貼上 把它貼進去 有沒有貼好了 請按Apply 按下去 有沒有感覺到我們的關鍵字已經上去了 真的嗎 有耶 請 對不對 對不起 Sorry 是不是都看到了 嗯 好 那 你的關鍵字都上去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到 好像沒辦法填滿 也就是那個圖案是比較大的 老師的圖案 你們都是哪個 你的是這個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上面這裡 我們圖案 就是文字的部分有兩種 第一個 是他的大小 如果你這樣太小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可以調整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把字條大一點 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Repeat 也就是目前那些關鍵字 每一個都只出現一次 我可以讓他重複 他就會把全部都填滿 所以你看我先勾起來 他會重新再算一次 也沒有全部填滿了 所以你可能同一個關鍵會出現兩次或三次 但是他大小還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或顏色會不一樣 然後你覺得需要大一點就把它打開 好 再等他一下 有沒有感覺這個服務很好用 有的這樣子我要做就很快 好 那現在字也填滿了 大小也滿意了 可是形狀不見得你要 對不對 怎麼辦 來我們就進到第二個步驟 有沒有一個Shift 一下 其實說真的 老師這些部分 我的文章裡面都有教學影片 你看我從這邊 從這裡 形狀 按一下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什麼形狀 它的形狀很有彈性 首先你可以用像這種標準 icon的 所以如果你要變大腦 我這邊就有一個大腦 按一下 有沒有就變大腦的圖 這樣有了 對不對 好所以你要什麼形狀 你就從這邊來選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也可以選擇有顏色的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單色的 你如果想要有顏色的 你挑這個 它就會把顏色套進去 好 假設我們來找一個 我看一下 怎麼那麼多 形狀大概太多了 好假設你要Apple的 Close 有沒有它顏色就帶進去了 再來 再來 我們看看喔 它也不只是這樣子喔 好 進來 如果老師希望 變成世界地圖 有沒有 那台灣有沒有 當然有 不過老師注意一下 你打一個T就好 因為你打台灣 反而找不到 有沒有看到 台灣就在這裡 按下去 Close 馬上是不是就變台灣的形狀了 OK 好 那它的形狀的部分 還不只這樣子喔 你也可以用文字填滿文字 比如說你今天 我可能是 某一個中文字或英文字 我用那些字 關鍵字把它填滿 是不是也可以 好 重點是 你還可以自己上傳自己 這樣是不是更有彈性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的Logo 或是自己 有特定設計的這些形狀 都可以把它傳上來 都可以像這樣 這樣 沒問題囉 好 那 結束了之後 我們來看方向的問題 Duration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這個文字的方向 YY寫寫的都有 好 我們就來Duration這邊 你看 全部直的 全部橫的 是不是都有 好 假設我就是希望橫的就好 Close 你有沒有感覺到 全部都調好了 所以這種事情 千萬不要工人智慧 呵呵 不然會归笑 對吧 而且 關鍵字那麼多 要調很難嘛 好 那 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再調一下顏色囉 顏色 來你看一下 人家也有給你 預設的一些布景主題 有沒有 所以 你可以自己選 好 選完了 你也可以自己再改 都OK 我們就 來 你看 有沒有 馬上就變了 是不是很快 OK 好 但是 我們感覺起來 這裡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不夠完美 來 你看一下我原本的 你有沒有感覺 這張圖片裡面 我的關鍵字特別大 可是我們剛剛自己做的 好像 大家的 這個都差不多 對 那 我如果特別要 因為我們要用這種 就是要特別講到 某些關鍵字嘛 所以怎麼辦 來 老師麻煩你 幫我回到 Wordlist 這邊來 好 你回到這邊 幫我按下編輯 好 老師應該知道 我們現在很多學科 有沒有 所謂的權重 對不對 哪一科 比較重要啊 這也是一樣 你看 你可以直接進來編輯關鍵字 有沒有 可是前面有沒有 wait 這個就是這個關鍵字的權重 這樣了解了 所以 你把 比較重要的 好 比如說對不起 這個很重要 我想要他是 5 好 我愛你更重要 10 謝謝 也很重要 7 好 那你的關鍵字 你都只會看到一個 好 雖然我們剛剛有勾重複對不對 但是這邊不會一直重複啦 所以你就找到之後 好 我們就拍了喔 按下去 來 你看一下 你的關鍵字 有沒有比較突出了 這樣有更快嗎 千萬不要自己改 真的會抓狂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什麼 做輸出囉 所以老師 你可以從這邊來 你看 檔案這裡 左上角這邊 你看 有沒有兩個存成圖片的 那 以你的 想法 你覺得你要存上面 還是要存下面 上面叫SD 下面叫HD 以老師的想法 你要存哪一個 SD還是HD 這裡不會收費 老師不用擔心 費用的問題 哈哈哈哈 你覺得你要存哪一個呢 SD叫標準畫質 HD叫高畫質 這樣老師清楚了吧 所以你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 你看這些格式都可以 甚至如果老師你有在用向量軟體的 你可以用SBG 這樣這些內容 是不是還可以再編輯 放大縮小不失真 前面這些 是不是都是點陣圖 這樣老師 您了解了 所以 像這個 不過 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Canva 就很抱歉 不能用SDG Canva 不支援這種 向量的 圖片格式 它只支援這種點陣圖 好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嗎 它更過分的 一點是 你還可以直接輸出動畫 你看 你看 我來做給 播放給老師看一下 在我們下面這裡 你要想看看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要做這個動畫 你看 請問你用威力導演你要剪多久 雖然是沒有什麼啦 但是 光要這樣一個一個跑出來 是不是要很久 所以 人家它 直接讓你生成影片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MP4喔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存起來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你在輸出的時候 你還可以選擇 你的背景 這裡有一個背景 這裡有一個背景 你看一下 你可以選擇 你的背景 是什麼樣的圖案 或者是 直接就是透明的 你看我們在顏色這邊 如果直接選 有沒有可以選透明 這樣子 如果老師你想要跟其他的 這個影像處理 比如說你拿到CAMMA 拿到我們的POWER POINT 是不是就可以跟它做結合 我就不用再做去背的動作啊 這樣了解 好 所以它背景 像這邊 你也都可以直接設定 這樣輸出的時候 就會把你放在一起 這樣老師有感受到 這個魅力了嗎 所以你看我們利用這個範例 讓大家體驗一下 欸 我不見得好像AI 就只能做AI 而是 我就拿來解決我生活裡面 或者創作上的問題嘛 這就更方便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的AI 並不是說 就是說 好像只能 AI就打開 然後跟它聊一聊就沒事了 我們是希望你能夠結合你原本的流程 去讓你的這整個工作 或者是生活變得更方便 更容易去完成 OK 好